我們可以回去 貴黨也呼籲一下 全部一起共富國難對抗 中共來犯 我們舉個位置 院長啊 我是希望 你趕快呼籲你們的副秘書長 沒有當過兵的趕快來簽一簽啦 直接趕快去當一當兵啦 我們學到的是 一方面不同 一方面 烏克蘭全民一起抗敵 來 說太好了 院長 院長 全民一起抗敵說得太好 這個對本席的啟示啊 我剛剛問你對政府的啟示啊 對本席的啟示 就是要全民皆兵 保衛台灣 保衛中華民國嘛 所以在這邊本席建議啊 已經除役的士官兵 是不是也可以加入這個部分 我想這邊王部部長在這邊啊 邱部長在這邊 本席也準備了一個 自願優先接受軍事徵召令 本人已經簽署了 本人已得為 身為資深國民為 為保護國家 不讓子孫上戰場 犧牲寶貴的生命 葬送大好前程 一旦台海發生戰事 自願優先接受軍事徵召 捍衛中華民國 自己的國家 自己舊 自己的子孫 自己護 立約人 你得為中華民國 111年3月8日 委員 委員 請教院長願不願意簽 委員 對你這樣的 這種行為跟態度 我要表示肯定跟敬意 那因為 委員長 我過去就講過 雖然我已經七十幾歲 我縱算沒有武器 拿著一根掃把都跟他打 委員長 不要再用掃把 跟人家打仗了啦 這說生笑可以啦 不是啦 生笑 這是決心啦 沒辦法啦 這次你看烏克蘭的 老爺爺 老奶奶 拿著木槍 他也是幹的 委員長 我這一個 志願的 接受的軍事徵召令 可以交給邱部長嗎 這個我們尊重院長 尊重委員 委員可以回去 貴黨也呼籲一下 全部一起共護國難 對抗中共來犯 我們舉個位子 院長啊 我是希望 你趕快呼籲 你們的副秘書長 沒有當過兵的 趕快來簽一簽啦 直接趕快去 一當一當兵啦 喔 對不對 這個當兵服役跟 這個到時候全民一起 當兵跟捍衛台灣沒關係嗎 當然有關係